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她想做什么她就去做 包括做刺激也好 后来后面会写到师姑 比如她癌症的时候 她历经了十多次的酸塞 其实这是非常痛苦的 她每次每次怎么熬过 然后她都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 她就要把握每一天 一直到她身边最重要那一刻 我觉得她都在做刺激 她其实真的就像一个母亲的特质 所以我们讲月娘 那个娘就像一个母亲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家的会客室 为你推荐 今天全新上档的大爱剧场月娘 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来宾 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这部戏剧 首先来欢迎的是月娘的编剧 我们欢迎的是何彩珍 主持人好 观众好 接下来欢迎的是制作人杨英琪 大家好 接下来就要欢迎我们自己 大爱台的戏剧二部经理 张慧年 慧年姐 毕竟好 请求大爱观众你们好 今天看第一集的时候 我觉得好特别 今天没片头曲 对 就是很好奇的一个场景 然后还在慢慢地去感受一下 到底有哪一些演员 然后到底在叙述谁的故事 我想我们请我们的慧年姐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出戏 可以来叙述我们在高雄地区 一个非常资深的师姐薛月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故事的时候 师姑已经往生了 我们是一百年的十一月出访 那师姑是那一年的一月 农历的一月十五号 袁小姐往生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机会 跟她碰到面 那其实我们也很感谢她的家人 两边的 比如娘家跟婆家这边 那还有就是 比如她的邻居 叫那个贵分 那还有就是我们慈禧的法亲 其实很多啦 还有包括她那个 渐渐美的同事 其实我们这个故事 其实前年后采访不下 四五十位 我们就怎么样去拼图啦 就是要把师姑的整个人生 从小到她走 其实我们将近跨越半世纪以上 那我们觉得师姑 其实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 我们说她也是某方也具有一种 领导 领投养的精神 然后她想做什么她就去做 包括做刺激也好 除了刚才讲毅力也好 我觉得她那个生命的那种 我觉得那个勇者 因为后来后面会写到师姑 比如她癌症的时候 她历经的是多次的酸塞 其实这是非常痛苦的 她每次每次都怎么熬过 然后她都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 她就要把握每一天 一直到她生命最重要那一刻 我觉得她都在做刺激 她一生你从她刚才讲的第一集 她的这一份的我们讲 她这个真的就是那种很善良 然后那种想帮助人 我们说她其实真的就像一个母亲的特质 所以我们讲月娘 那个娘就像一个母亲 对 其实提到了师姑的行动力 我们今天已经第一集戏剧稍微感受到了 因为在庙里面碰到了这个 可能偷贡品的小孩 她其实就很立刻的跟爸爸说 她要对回去看看 是不是 其实真的是说到做到 而且是一种很慈悲的心肠 其实在选择女主角的时候 需不需要透过你们自己的一个了解 对阿月师姑的个性上面 去特别找到一个可能在外形上面 或者是他们家是背景上面 能够去很符合的人 其实这次我们在选择演员的时候 我们经理太认真了 一开始她就告诉我说 可不可以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这个角色什么人来演 然后能够让大爱的观众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一接到剧本就第一个任务 演员是谁 我觉得做大爱剧场 有太多太多的祝福 戴君主以前完全不认识 突然她就出来了 经理告诉我说 要有一个千金小姐的气质 戴君主有 真的有千金小姐 要有行动力 看起来温柔 戴君主有 所以说做戴爱剧场 不管编剧或工作人员 都很开心 因为有太多的祝福 不会有困难难不倒你 所以戴君主就出来了 出来了 所以我们之后 在她属于比较 现在你说的十几岁的阶段 到她成少妇的阶段 都是君主来承担 来看看她的一个表现 但是这编剧的部分 当然刚刚这个会年姐说 可能周围访问这些家人 亲友就要 四五岁 四五岁 然后要去用拼凑的方式 对你来讲会有什么样子的困难 没有 因为编剧的工作 它就基本上就是 要把人生最精彩的部分 然后把它做出来 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的敏锐度 那我觉得是蛮好是说 因为这么多的师兄师姐 他们就是愿意要 把他们所知道的阿岳 统统都告诉我 那表示那个学岳世姑 其实她接了非常多的好人员 所以说其实非常多的人 不管是说是受她的感召的 或是受她的祝福的 其实他们的心里面 都有个阿岳的形象 所以他们都告诉我了 所以我就回来 我就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基本上 这么多人就会跟你讲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 她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她就是有一个 天生的一个温暖的特质 她不管混到谁 她就是会给她一个 非常温暖的帮助 对待 所以其实她一辈子 她所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对 不管她经历的多少的 比方说她可能原来是千金小姐 然后她 后来她又可能因为经济 然后她需要去 为家里做打拼等等 这个都始终如一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特质 一个千金小姐 她的人生故事 势必会有她的另一半 在什么时候会出现 对不对 那在当时候 也许我们会觉得 会有门当户对 这样子的一种观念 请问一下我们的阿岳 她有遇到家里头 这种门当户对的观念 而造就她选择未来一半的结果吗 这个太早问了 一定要看下去 其实在那个年代 门当户对这件事情 是一定西中平常 而且他们家是大户 对 薛家在那个地方 开玩笑是大地主 对所以一定要有 而且还有一点点高雄 还有一点点省级情节 如果选错了会不会 这要看戏 这就是我们编剧跟我们经理 每次在安排剧本的时候 很用心的地方 不是这么简单 你必须每天看才知道 原来他们的人生故事好精彩 其实这个戏 她会最好看的 就是说她如何去成全她的爱情 但是成全爱情之后 又如何去维护 那不管你维护或 或维护不了的时候 那个都是人生难题 她要如何的去 必须要去突破这件事情 对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故事 很好看的故事 所以刚才 我们婚言姐有提到 月娘 月娘 其实有这个娘字 就是因为我们的阿月师姐 有一个母亲的特质 再加上因为她的名字 这个月 如果我们要讲到 很温柔温暖的话 就像黑夜里面 就一定会有一盏明亮的月 在那边照亮黑暗 这个月娘的剧名 当然除了是她的名字之外 她又是怎么样去把它成就出来的 其实这个月娘的名字 其实是师伯 还有家人 小孩子他们的一个想法 因为他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故事 能够把妈妈的精神也好 也能用这部片子 我觉得也是一个纪念妈妈 所以我觉得是大家一起来成就这部片子 那其实我觉得 这个名字真的蛮适合 蛮符合事故那个精神 他真的就像一个月亮 很温暖 然后永远守护着 他所有一个 每一个他想关心想爱的人 所以我们说月娘 月娘 永远他就是在那边守护 默默地守护着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名 真的很符合 整个戏要传达的那个精神 对 这个我可以稍微再补充 就是观众在剧中 可以去看到是说 当他要守护别人的时候 他如何去守护他自己的心 永远都是很明朗 很温暖 其实这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看过太多的人 然后就是他可能刚才是温暖的 可是后来自己有了挫折 他就变阴暗了 对 可是我们的血液从头到尾 就不改这个特质 所以那个帮助人的一念心 其实从我们今天看他十来岁 可能到第四十集 他人已经不在了 七十几岁 其实都可以让我们一直感受到 他那样子的一份坚持的毅力 对不对 也感恩三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家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